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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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我們要去 八百神神看夜音 好 好害怕 這邊晚上冷得特別快 大家講一下他們這邊夜音有 日劇裡或電影裡都有的舞台 首先早上有感受到 有些特別的舞台場 零泳的 今天晚上夜音的夜間舞台 我們還是第一次 天氣 我們夜市是比較會喊 真的跟賣的用品完全分開 我在想說 我們都會喊糖草栗子 火燙燙燙 哇 你看鯪魚 烤魚500 哇 才這樣烤耶 好酷喔 但是會變得很鹹油 它是鹽燒的 我覺得一定很鹹 大家小毛一定會嗎? 因為它的啤酒已經擺在那裡了 還有那個... 還有烏龍茶 可能口渴的 印度料理 看起來有紅紅的一片 我嘴全都辣的 這一攤好像不錯 稍微嘛 就是和牛煮 那個和牛煮是什麼? 和牛煮就是... 有點像那個... 牛丼 然後... 但是沒有飯 你要吃那個嗎? 600塊 600塊的和牛煮 我們看一下 應該來一碗白飯 呵呵呵呵 你當我一起 我給你一口 你也會有這種感覺 好意思喔 來一口來 來一碗白飯吧 要兩碗 我再吃一個絕肉 各位觀眾 這碗吃完下去好鹹喔 應該我還有帶飲料 謝謝 我靠 為什麼日本人那麼喜歡吃飲料? 好鹹喔 這就是傳說中的畫面嗎? 好多人喔 就是我們常在日劇上看到他們賞夜音的畫面 他們這個每一桌其實都是一個店家的位置 桌上有那個美女 你就可以直接坐下去然後就可以點餐了 那假設你不想花錢點那個店家的餐的話 你可以像他們這樣子 很多人都坐在櫻花樹下 這樣就是免費啦 但是你東西只有自己帶來 自己要欠占位置就是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省一些錢 在店家的好處就是 有燈會把那個櫻花照亮 來今天早上 我們今天已經離開京都了 竟然下著大雨 還好 因為我們還有車子 不過如果沒有車子就這樣麻煩 你的早餐來 我們來日本都會來吃這一間叫做 這裡就是賣一些比較傳統的日式早餐 如果你喜歡吃辣豆啊還有黑白飯那種 的話這邊也會賣 這魚還有...還有ja 啵啵啵啵啵ати 這是我今天的早餐 這個是 燒熱定食 然後玉籽燒 最後我們來到 叫Food Market 一個是他們的愛買 它這個地方真的超便宜的 現在來找兩面 要的粉 弄飯糰可以吃的一些日式香鬆 超好吃的 我們推薦大家也來買 好到了 我想要買的香鬆 這一系列都是 尤其是像這種啊 梅子的 昆布的 還有鮭魚的 南梅的 茶泡飯的南梅 弄成那個飯糰 就是這樣子 在家裡簡單弄就可以吃的 煮個白飯 然後 就把這個拌放香鬆啊 放進去 然後捏一捏變成飯糰 然後搭配海苔 我們推薦大家來日本超市買一款 他們自己的國產豆腐 口味超級多的 這是抹茶 可可亞 巧克力 這是 水果之類的 草莓豆 還有白桃的 這個樣子 2360 他們現在都自動繳費了耶 店員只幫你做那個刷條碼的動作而已 看到這邊的一間麵包店 商品都看起來好像好吃的樣子 剛才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 是 就是 登登 台灣煉乳多拿汁 看到台灣就特別親切的感覺 然後店長推薦了 給他買來試試看 到底是什麼味道 就是為了有人想要吃這個一機鍋 就是草莓 所以你就叫我去買草莓 一個一盒的福岡產的草莓 429塊 韓歲 我剛剛看到他好像在賣她搭配的煉乳 搭配煉乳要一百多塊 而且一千又吃不完 對 你太會撐 不用了 我就存吃這個味道 好 我剛在超市當地買了 台灣煉乳的多拿汁 覺得還不錯吃 煉包裡是鬆短的 然後他的糖霜還蠻多 劈 kinds of tune 我們現在在河哥山 這個河哥山的那個藝章 然後我都有介紹 說河哥山的自封城休息平靜 季州之後 命他弟弟在這邊開始建造 也有寫德川家的祖父 其實最重要的人是 姬宗 等於是這個是他的城就對了 姬宗就是電視上的那個暴房將軍 那是柯蘭的音樂 姬宗就是一個人可以殺很多人 他會講你忘了余知容顏 他稱他為白雲家 因為河哥山產民 然後他把河哥山的這邊 經濟農作物弄得很好 對他就是有經濟的長才 所以他後來當了將軍的時候 有在東京那邊弄了一些改革措施 園區內裡面 他這邊有寫花絮 園區有種一些水仙櫻花牡丹 那現在是櫻花季 你可以看到我身後的這個背景 這是櫻花 然後園區裡面總共有600顆 600多顆 所以要來賞英語可以來購上 對 對 那我們進去吧 好 我不敢說 我看過的那個城非常多 但我覺得 這個是我看過最空的天手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會不會他們都不想買400一進來 天氣不好 天氣好 他只能可以看到整個樓梯 他可以看到海喔 對 可以看到河哥山西 這可以出去對不對 對可以 剛剛看那個圖啦 然後那個也都古蹟啊 你看他還在 就是包含那個 下面那邊 其實他的城還蠻大 應該有一直延伸到那個做工地的那個吊車那邊 聊天說他上面有寫說這個 放外機會聊天 對啊 他寫有寫 真的講話耶 我還車啦 我還車啦 跟著我們四天的車子 現在在環境空港 外圍的 去做寫站 他講你碰註車是吧 我覺得服務很好 雖然他們覺得他們不會英文 但是他們先把一些 其實永遠都不敢 他們會有翻譯好的文件 他們就按照文件上面的東西 告訴說我現在給你在講什麼 然後指給你看 然後問你有沒有 像他剛才問我說你們有沒有加碗油 我要提示加油件給他 就是讓他知道我們是加滿油以後還車 然後後來他們就開始做他們的手續 然後很安靜 弄大概五到十分鐘而已 然後還車手續辦好